山長水要來到三鄉 有什麼美麗食物呢? 那你有所不知 來到三鄉當然要嘗嘗這道傳統的三鄉奶粉 再配上鮮甜的雞湯 我只想起都流口水了 那快點帶我去嘗嘗 走走走 師傅,我想問一下為什麼奶粉叫奶粉? 其實奶是液體從上往下流的意思 所以就叫奶粉 這兩個粉是什麼粉? 這是沾米粉 另一個是生粉 先用沾米粉倒入大盆 再加生粉,加滾水 師傅,我想問三鄉奶粉和傳統的桂林米粉有什麼分別? 我們三鄉奶粉的粉漿會比較稀 你還會堅持用手做出來? 為什麼呢? 因為我們的奶粉製作工藝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亦都是我們中山市的秘密真文化為產 我們想全程去下去 好,我們的粉漿搓到這樣濃稠就可以了 好,我們把粉漿搓到奶粉炸 好啊 好 讓我試一下湯 嗯,好吃 師傅,我想問一下奶粉的湯底有什麼講究? 奶粉的湯底一定要夠濃郁 我們今天試過的是月婆雞湯 月婆雞湯以前只是坐月的媽媽才可以享用 對呀,對呀,對呀 非常補身的 所以我們吃奶粉的時候都會配上我們眼前看的好像蘿蔔糕和糖 其實這些是屬於三香茶果的其中一種 三香茶果的種類非常豐富 對呀,純純滿足你,只是喜歡吃 那我不客氣了 對呀,只要租久了 三香奶粉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 你不要看它的材料那麼簡單 其實製作起來都很考驗功夫 嗯,沒錯 當城市變得越來越千圈一律的時候 原生態的市長小城就承載了這個城市的原油味道 今天我們就幫你們試了三香的味道 你們有時間的時候記得過來品嘗一下